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局長的命令一直到了處長 一直到各地的斷長 不斷地發生打壓或恐嚇員工的情形 不管是用烤機威脅 不管是用礦職還是免職來威脅 使很多會員心生恐懼 所以今天呢 我們才委任律師寫了訴狀 我們就是要來控告局長 做法案勞基法第五條的強制勞動 局長身為鐵路局的主管長官 應該要依法行事 應該要尊重員工的出行意願 還有在國定假日可以休息的權利 在今年的1月1號正式公布 我們工會經過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要發起這個春節依法休假的活動 理論上台鐵局以及交通部 以及蔡政府 其實應該好好的來跟我們對話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其實鐵路局沒有任何的誠意 第一個 他不斷地發出電報還有公文 來去威嚇 恫嚇 恐嚇我們的員工說 如果你春節不出勤的話呢 就會以礦職處理 這個期間你都不能休假 試假 甚至有些地方的主管是一個一個威嚇 一個一個打壓 一個一個叫到小房間去威嚇他說你春節要出勤 那我們認為這個就是鐵路局在強迫員工勞動 我們公務人員兼具勞工身份 我們的休假是按照勞基法 也就是說國定假日不管是按照勞基法 或者是台鐵局的工作規則 都必須要經過個別勞工的同意才可以出勤 鐵路局並不可以搶禁我們出勤 我們總共的遞出大概一千多份的聲明書 但是呢我們的鐵路局局長是竟然拒收 變稱說你們應該跟地方各單位的主管去報備 而不是來跟我說 甚至最後呢還把我們的領事長推出去 我們想要問鐵路局呢 局長是鐵路局最大的長官 為什麼可以拒收這些聲明書 你鐵路局局長本來就有調派還有監督還有指揮各個單位的權利 你本來就可以收下這些聲明書然後來做人力調派 還有人力分配的處理 我們認為呢這個就是鐵路局拒絕跟產業工會對話 以及就是在打壓威嚇動嚇每一個會員 以及強迫每一個會員出勤 產業工會發起這個依法休假的活動 就是要你解決面對儘快解決這個過勞問題 而不是一再威嚇的我們的員工 在這邊呼籲檢察官公正審案 然後並且也呼籲鐵路局好好的照顧員工 善盡照顧員工的責任 不要再做這個知法玩法 然後打壓勞工的惡職老闆 我們會儲氣當天上午大概10點半到可能大概兩個小時吧 在台北彰化還有高雄車站 前面就是舉行我們集結集合會 讓那天進行依法休假的會員 然後去做一個集結動作 也是證明說我們是一個工會決議 然後做成了工會系統 可是他當天的話會有一些 可能釣魚啊 船單或是一些火桶這樣子 然後就請親密啊 再加點一下 我可以拍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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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迷返 又是可以拍拖子 呢 就不不不不不不太 到那邊